来自香港的老板夫妻 本身很喜欢兔子 也有养兔子 连店名和招牌甜点都是以兔子名称跟造型为主 Diffenny Lan的外观 再转脚除破吸睛 这几天老板偷偷先是营运了 谢谢学姐的资讯 赶快来尝鲜 兔果子Bonnie Sweets地址 台中市南团区文新南一路9号市营运期间 15点到19点开幕日期 18分之12度果子FB 请按此 简单木质条装黄 甘道花和圣诞装置及圣诞红点缀 先推出三款兔兔造型的甜点 价格很平价 兔果子饮品菜单 是营运期间 赠送给客人一份点心 原味冰拿铁60美元老板加了果糖 对我来说喝起来偏甜 有点咖啡的人 不想要太甜的话 可以先跟店家说 不要加糖哦 牛奶兔兔60美元牛奶慕斯包着草莓果泥内馅 慕斯口感吃起来有一点像奶酪 有点弹性 细致淡淡牛奶香细 里面草莓果泥为酸甜 怎么可以吃兔兔 有没有也想到这句台词 喝 一切开 流出草莓果泥内馅 这样看起来颜色更像AXE 我还特地转到屁股再切开 不忍心从头欠下去 蓝色启士IGBLU 119CHE AXE 延伸阅读Tilda 台中北区Pirapori隐秘在花药花艺设计二楼 窗景绿意交织 光影美好的甜点咖啡馆 台中西区墨泉Lacqua京城石切巷弄甜点 不收现金 装潢和餐点及点餐结账有自己的特色跟风格 台中西区Harry和日甜点专卖传承 阿玛的传统客家软Q麻薯和万丹红豆馅 疗愈系冬季限定草莓大幅开卖罗